电风扇直接开到最高端 仍然光坐着就冒汗 鼠气逼出想象力 家庭主妇想出自制水冷扇齐招 冻结两罐矿泉水 等到隔天要吹电风扇时 挂在风扇后方 让冰冷空气带入 实测一般电风扇直吹 肌肤表面温度33度 加上结冰水的自制水冷扇 吹覆10分钟后 肌肤表面降到31.6度 明显有感 但缺点是吹到最后 电风扇底部和地面一片湿搭搭 它真的能降温 可是会有滴水的状况 那滴水状况 如果这是事先知道 可预期的 那我们就会放两条毛巾 在那边就吸水 消暑绝招不断进化 就是因为真的热到吃不消 8号东台湾包办高温前三名 台东太马里直标39.5度 花莲也冲到37度上下 连北部高温也有35度以上 体感温度当然还会更高 礼拜四之前 天气上来讲 都是比较属于西南风 带来比较多的水气 所以湿度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体感上来讲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闷热 举个例来说 如果相对湿度50% 那温度36度左右的时候 体感温度大概是39度 那如果湿度更高的话 那体感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 提醒您说 太平洋高压影响 北台湾9号气温再升高 高温不排除上海36度 东半部地区到星期三以前 仍有焚风出现机会 不光掌握降温配搏 别忘了多喝水 以防中暑 蒋林伟里佩宣台报道